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六四三十周年声明 称中国走向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希望已经破灭 稍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重提六四事件是大屠杀 对中共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与此同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抗议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称六四之后三十年中国经济获得巨大进步和发展 这就是对六四争议的回答 而国防部长魏凤和更重新回到了六四政治动乱的定义 那么大屠杀对政治动乱 美中为何针锋相对重新定义六四 华盛顿六四态度转趋强硬这预示着什么 北京重返保守立场是不是个不祥之兆 那么今天八九六四三十周年的专题节目中 我们就邀请专家为您解读 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 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胡先生 您好 你好 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 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 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 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 观众及网友朋友们 通过VOA卫视在YouTube上的网上直播 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网址是YouTube.com 谢谢VOA China 六四镇压三十年以来 美国不是第一次用这个屠杀这个词来形容六四 但是这一次我们注意到 国务院发言人他用火力全开的大屠杀 为六四来定性 这肯定是近年来罕见的 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 首先请您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美国政府 在这个六四问题上立场的这个演变 然后谈谈您对美国国务院 这个大屠杀定性的看法 胡先生 自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的第二天 时任总统老布什就发表声明严厉谴责 当时他把六四屠杀称之为武力镇压 称之为残酷镇压民众的和平示威 自那以后每年六四 美国政府都要发表声明 谈到六四 比较常用的词汇 是把它称之为暴力镇压 但也有时候用这个大屠杀这个词 在2006年和2007年 国务院的新闻稿里的都使用了大屠杀这个词 就在昨天美国众议院通过的 关于今年六四的决议 其中又使用了暴力镇压 又使用了大屠杀这两种说法 那我认为如果紧就对六四的定性描述而言 美国政府这30年来其实变化并不大 值得注意的是对六四的意义的认识 以及提出了怎么样的相关政策 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头 美国政府对六四的意义认识不足 他们认为这个自1978年以来 中国就在沿着一条改革的路线 那个前进 六四之后呢 暂时中断了一下 到92年邓小平南兴之后 就有阶上了 那按照这种观点 那六四就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插曲 你基本路线并没有改变 这么一来呢 对六四的意义就可能就估计的就很不足 那么你从现在看起来 这次美国的政府呢 对六四的认识 我觉得它确实有所提升 不但主要还不表现它用了大屠杀 尤其是用了火力全开的大屠杀 这么一种语气更强烈的词汇 更重要的是表现在 像蓬佩奥那个讲话 那么它把六四的事件 本身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程度 而认为 而对这个过去这么几十年来 美国政府对中国抱着那种期待破灭 而由此要改变美国的政策 这一点做出了一个明确的表示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更值得大家关注的 那么胡先生呢提到这个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这个六四声明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六四声明 蓬佩奥的这个六四声明呢 引起了中国和国际社会各界的这个强烈关注 尤其是刚才胡先生提到 蓬佩奥呢 他在声明中说 在镇压之后的几十年里 美国曾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迎来一个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社会 但那些希望破灭了 我来请就北京的张立凡先生 您如何解读蓬佩奥的这个六四声明呢 我觉得这是贵国政府对以往三十年 这个对华政策的这些错误 做出了一次深刻的反省 前就是上个月吧 我接受美联社的采访 我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我就说六四事件 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方向 原来是希望通过政治改革进程 让中国变得更为强大和正常 成为一个稳定的国家的这种期盼 被摧毁了 那么我也注意到这个 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就是蓬佩奥所谈的 就是美国在镇压之后几十年里 美国曾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将迎来一个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社会 但那些就要破灭了 实际上说的是同一回事 这个就是无论是中国人 还是美国人 这个对于中国 就是通过改革开放 使中国变成一个正常国家的 这种期盼确实已经破灭 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现状 是这个中国公民的人权 不断地受到这个政府的侵犯 所以这一点上 我想这个应该说 大家是有共识的 而且我也注意到 就是美国使馆的推特 然后这个还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 以及这个美国众议院的这个表态 我觉得这个恐怕正在形成 就在美国来讲 正在形成一种朝野的共识 就是深刻地反思 以往这个对华政策的这些个错误 谢谢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给大家读一下网评 看看我们的听众 观众和网友朋友们 如何回应我们两位专家 首先是李中本 李中本 他说六四大屠杀事件 中共独裁极权者 改变政治风波 强绳格为政治动乱 其背景是 第一 习一尊的独裁需要 故意制造紧张气氛 且害怕牵一发而动 全身的恐惧心理 第二 钟摆定律使然 不撞南墙不回头 走极端 对负资产概不承认 第三 共产原教旨红色恐怖的思维方式 以强调逻辑 持久战来动员全党 绑架全国人民 进行中美全面对抗 而美国及自由世界呢 从此更加认清中共 就是镇压民主人权 屠杀人民的柜子手 王安打 他说谎言和欺骗 是独裁政权惯用的手段 但人民不会忘记 自由火焰呢 可能会暂时熄灭 但是自由的火种 却永远代代相传 看看今天的香港 台湾 那些没有经历过 八九六四的青年人们 这些就是中国的希望 中共的噩梦 我们看到北京呢 对于美国的这个 对六四的这个态度和立场呢 是针锋相对 先是外交部发言人称 六四之后 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 就证明了中共对六四的政策和手段是正确的 然后呢 又是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 他在这个香格里拉对话论坛上说 说中国三十年的变化翻天覆地 难道说我们对六四的处理不对吗 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 目的或结果呢 总是能证明手段的正确 您怎么看这种政治现实主义 或者我们称为马基亚夫利主义的 这个政治逻辑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和国防部长的讲话 其实并不新鲜 1998年 朱镕基总理在记者会上就谈到 1989年的政治风波 党和政府采取了果断措施 很好地稳定了全国的局势 2003年 文雅宝总理在记者会上回答 有关六四提问的时候也谈到 89年的政治风波 党和政府及时采取了这个果断措施 稳定了中国的形势 那么13年来 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表明 稳定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在这两个总理讲话中 都谈到了所谓果断措施 对于稳定形势 以及对于在稳定的基础上 所谓经济的发展 这个来做个辩护 那么现在这个外交部发言人 和国防部长的讲话 基本上和前两个总理讲的话 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语气来得更强烈 那么毫无疑问 这种说法 那当然就是所谓 对我们批评的马基亚非得主义的 这个政治逻辑 也就是所谓 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 这种主张就认为统治者 有权把一些人当做牺牲品 他为了达到他的目的 这些人可以让这些人做牺牲 他认为呢 个人没有价 独立的价值 不把人当成人 这是最根本的一条 就像我们都反对 为什么大家听到那句话 就是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 这句话都跟反感呢 那我们反感的是什么呢 如果杀20万人 果然保持了20年稳定 那是不是这句话是对了呢 那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们反对这句话的意思 并不是我们认为 杀20万人不能够保20年稳定 他也许能也许不能 但这不是要点 我们反对的是不能用杀人这种办法 来保持稳定 我们反对的是建立在杀人基础之上的 这种稳定 那么这个才是个根本的问题 更何况 我们看到自留之后这30年 那么中共它为了维持它的政权 不断地在镇压人民 不断地在搞所谓这个高压维稳 再说中国的所谓这个经济发展 自身也有极大的问题 那么这都是 这就不在话下了 那么单就本身 就是所谓以后来的这个 后来的某些所谓好的结果 来为当初的手段做辩护 这种逻辑本身 那是绝对站不住脚的 外界呢 实际更加关注的是 魏凤和对于六四的这个定性 它重新回到政治动乱这种说法 我来请教张先生 中共呢 它对六四的定义呢 前后并不一致 从反革命暴乱 到这个春夏之交的那场 政治风波等等 那么为什么现在又回到了 政治动乱的这样一个定义 这是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到 过去的一个立场呢 张先生 这个也不是简单的回归 而是这个现在形势的需要 因为这个我也查了一下 就是这个变 这个说法的这种变化 那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 首先这个说法是1989年 这个4月26日那个社论 人民是说这个要必须 旗帜性的反对动乱 后来在这个六四屠杀前夕呢 又说这个中央电视台的报道 就是说北京出现了反革命暴乱 然后到这个邓小平接见这个 电部队也就是6月9号那天的时候 他就说呢 说这场风波迟早要来 然后我们看这个 他说这是国际的大气候 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 那么这个到这个北京风波 这个说法就是很快就取代了 这个原来所说的 这个动乱和暴乱的说法 就是我们看在1989年 这个中国出的两本书 一本是新华出版社的 海外舆论谈北京风波 这个这是也正式出版物 还有一个是北京出版社 1989年出版的一个六四的画册 叫北京风波计时 这个就说明已经是一种官方说法了 就用这个官方说法来掩盖 这个六四事件的这个屠杀啊 这个这种严重性 把它说成是政治风波 所以这个说法一直沿用到 就是我们看改革看到30周年的时候 这个还是这么说 而且还引用了邓小评论那段话 就是就没有提什么暴乱 到这个去年年底 同样是新华社又发了一个改革开放 40周年大时期 就把这个重新又提成了动乱暴乱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说明现在国际的大气候 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 都发生了变化 就是邓耀平说的那句话 大气候 就是中美贸易战背景之下 这个中国遭遇的这种空前孤立 小气候就是体制内外 体制内外的矛盾激化 体制内本身自身这些派系 和不同观点的交锋也出现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共产党会高度的紧张 担心失去政治 所以呢才采用了这样的叙事 这样的叙事说明什么呢 现在他们把保稳定保政权 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六四这一天 是高度的紧张 不但本人啊 也是这个有所上门来警告 不许发言 这个是提前警告 然后六四当天 这个我们前几天 一直在讨论说 推特上发生了炸毒杀 好些这个 好些人的账户没了 然后又恢复 但是其实六四当天 网络上也发生了 这类的大屠杀 就是微信 好些微信群没了 个人的微信号 上户没了 然后微博呢 是境外的 这个不能够登录微博 然后大批的这个 VPN失效了 这说明什么呢 他说明对于这个六四这个明板时间 他的这个高度的紧张 以及高度的恐惧和不自信 我觉得就是说明这个了 谢谢 好的 那么现在呢 我再抓紧时间给大家读几个网评 然后呢 我想请两位专家呢 对我们的网评 不同意见 来做一个简要的点评 好 首先是文辉 首先是文辉啊 他说我也是六四学运参与者之一 我们当时呢 只是在宪法范围内和平 要求反贪腐反官岛 当时双轨制计划内商品 只要计划外商品半价 所以官员全拿计划内半价的 卖给老百姓翻一翻 我们并没有要推翻共产党 强拆强 他说政治动乱是欲加之罪 六四学运起因是反官岛 邓朴方的康华公司是重视之地 借此矛头指向邓小平 邓小平地位不保 所以动用军队镇压 Marguerite谈 她谈到美中关系 现在的美中关系 她说中美是唇亡齿寒 寒打寒杀过后呢 还是得合作 应该拿谈不拢的领袖开刀 要求他们下台 让真正有能力 有智慧 有民心的领袖接手 另外一位叫风言风语 她说美国现在出手 真的是为了中国老百姓出头吗 还是为了在贸易战上 得到更多的好处呢 这还有待于观察 我们最后两位这个 我们最后两位网友的评论很有意思 他们都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像风言风语所说 他说美国现在在六四问题立场上 突然转趋强硬 这是真的为了中国老百姓出头吗 还是为了贸易战得到更多的好处呢 我们请两位专家呢 就这个问题来点评一下好吗 首先胡平先生 当然就特朗普总统而言 现在对中国的这个态度的升级转变 很大程度上是贸易战 是贸易赤字等引起的 但是它的客观上 那肯定是有利于这个中国人权的改善 而且我们也看到随着贸易战的进行 我想美国政府也越来越发现 单靠贸易战本身并不能解决贸易问题 换言之人权问题必须引入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 美国政府在谈人权的时候也越来越多 这一点呢我相信还会继续的深化 好 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您有什么补充 我觉得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一向有实用主义的倾向 所以也不排除就是现在打出这个六四牌 来制约这个中共 但是呢这个也是应该说是 对以往错误的一种纠正了 所以我认为这样做总比不做要好 虽然可能这个中间有一定的功利性 但是呢也对于这个中国 中国历史的进程和中国的这个 中国人民对民主的要求来讲 这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以前也谈过 我说这个中美的贸易战 最终将成为一场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 谢谢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 就在这个昨天呢 美国国会两院开始 为这个六四三十周年举行听证会 据报道呢说美国副总统彭斯 也将针对中国人权发表讲话 我来请教胡先生 华尔街日报呢日前发表的文章批评 说美国政府在八九六四事件之后 大搞政治和经济绥靖主义 这让中共呢就逃避了杀人凶手的这样一个罪名 现在美国六四态度 我们看到趋向强硬 这是不是要表明华尚顿将对六四世界 乃至中国人权这些问题有新的立场 是不是这样 我想确实表明美国会有新的立场 那不只是美国 我们看到欧盟 日本 还有台湾 这次对六四的表态都有所升级 这不光是和三十周年这个整数有关 而且也反映出国际社会 对中国看法的一个很大转变 就像国务卿蓬佩奥的讲话 在镇压之后的几十年里 美国曾经希望中国融入国际体系 经营了一个更加开放和宽容的社会 但这些希望都破灭了 那么它反映的不光是美国人的破灭 整个国际社会在这一点上都破 希望都破灭了 那么在我看来呢 现在这些美国政府的认识 还不能说很到位 因为这次美国对中共态度转为强硬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 种种倒行逆施引起的 那么六四之后 美国之所以对中国中共随进 是因为在美国看来 既然中共还在坚持改革开放路线 所以六四的作用就意义就不是那么重大 六四就仅仅是个插曲而已 那么到美国还没有认识到 六四它不但中断了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 而且也把中国的经济改革 引向一条错误的道路 那么六四之后的经济改革 和六四之前的经济改革 完全是不是一回事情 那么而且六四不但改变了中国 也改变了世界 华尔街日报这篇文章说明了 现在他们对这一点也开始有所认识 虽然还认识的相当的不够 但整体来说风向确实变了 而且还会继续变下去 人们注意到 这个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 他对意识形态和人权似乎关注不多 那么美中关系我们看到 也主要集中在领导人个人关系上 和这个经贸问题上 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六四三十周年 美国政府的这个表态 这是不是预示着美国对华政策 将会出现一个根本性的 或者进一步的一个改变呢 以前我记得我谈过 就是说要看川普 到底是一个资本家 还是一个政治家 现在我越来越趋劝于 它在完成 从一个资本家 到政治家的这个转型 所以呢 以前我也谈到 我说这个贸易战会演变为科技战 甚至演变为金融战 所以这个凸显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冲突 刚才实际上在回答网友的这个发言的时候 其实也已经谈到 就是这三十年来 其实美国的这种随性政策 本身就是养虎一换 现在把这个老虎养大了 开始要吃到你美国自己了 这个时候就开始紧张 那么当然这个从川普总统 这个上台以来 这些变化也是如此 因为我们注意到这个 2016年的时候 就在竞选期间 就有人质疑这个川普 就是说你 他是不是对这个成年称赞 中国政府强力镇压天安门运动 那么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呢 是90年 他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的时候 他批评戈尔巴乔夫软弱 先发这个强硬手段 然后这个记者问他 那是不是需要像这个中国那样 就是刚刚镇压 就是镇压那样的中国那种手段强硬呢 他是回答说是 当学生们涌入天安门广场时 中国政府几乎搞砸了 接着他们就凶狠可怕去了 但他们用力量把它平息下去了 显示了力量的强大 然后呢他说我们的国家 目前让人觉得软弱 在世界其他国家可吐 当然后来川普又解释 他说他是一种中信的 就是承受事实 但是这个我觉得吧 就是可能一上台的时候 他确实注重的是商业和经济的利益 不太重视这个人权方面的这个问题 所以呢他是喜欢强人的 这点我在他上台的时候 我也曾经谈过 我说今后可能要出现 三位这个有性格的领导人 这个美国的 俄国的和中国的 那么现在来看呢 也确实如此 就是这个领导人啊 可能他这个知识结构啊 或者认知上会有缺陷 在这种情况下 就凸显这个他的团队的重要性 在这种贵国这种两党竞争的体制之下 这个领导人不允许犯错误 一犯错误就会被这个反对党拿住把柄 所以呢他的团队会积极的去影响领导人 让他避免出错误 但是一党专政体制呢就不是这样 一个呢这种体制本身容易产生独裁者 然后呢有权可以任性 团队和专家呢只会奉赢领导人 甚至于高级黑引导他犯错误 导致其一再的误判形势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两种体制的优劣所在 谢谢 好的 我现在呢再给大家读网评 然后我们还是一样 请两位专家呢 做一个简要的点评 首先是细色鼎细色鼎 他说试图隐瞒篡改历史的中共 和试图否认篡改南京大屠杀的 日本极有意有什么区别 一无 他说缅怀六四英灵抵抗共产暴政 纪念六四三十周年 在人类近代史上 从来没有一个国家 曾经出动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 并且打死一万个和平抗议者 唯有中共国如此残忍嗜血 我们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 就是要提醒人们 不能忘记曾经在天安门为了自由 为了民主而献出生命的年轻人 福达 那些拿经济发展说镇压合理的人 是偷换概念 是在为大屠杀辩护 三十年天翻地覆的经济 是建立在一句句年轻的尸骨上 残酷而血腥 其天翻地覆 不过是权贵家族和贪官的人肉厌 丑恶的嘴脸 肮脏的双手捧的是人血馒头 即使没有影像我都看得清 你们丑恶而猙獰的嘴脸 母产九千万 说六四是墙内种子墙外开花 本国民主运动失败了 反而东欧国家民主运动成功了 苏联也解体了 天安门上太阳落 说美国不仅仅应该重新定义六四 美国还应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 向全世界介绍 中共在国共内战中 饿死几十万普通老百姓的 长春围城事件 中共建筑后血腥的镇反运动 迫害致死无辜 无辜知识分子的反右运动 还有大跃进之后 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和之后持续十年之久 死人无数的文化大革命 这些都是比六四大屠杀 更害人听闻的人权灾难事故 对待中共这个恐怖分子政权 除了刨他们的祖坟别无他法 也有不同观点 比如这位魏黄 他说不管中共好与坏 任何国家遇到这样的暴乱 必然要镇压 共产党在这个事情上 已经很克制了 看来我们的听众观众 还有大量的网友朋友们 还是不忘六四 在六四这个事情 本身这个问题上争执不休 这样我请两位专家 在六四这个问题上 简要地回应一下 我们这些网友们的观点 和他们的评论好吗 首先胡平先生 我觉得几位网友的意见 都很正确 都确实有他的道理 整个来说六四这件事情 它在中国的历史上 它的意义是非同小可 当局一直刻意地掩盖 刻意地封锁这段历史 正好表明了 这段历史本身的重要性 而且我们也看到 虽然这个六四之后 准备30年来 当局一直在高压维稳 但是来自民间的 来自各方面的这种反抗 一直在持续地进行 对此所以我们也应该 抱有一种乐观的信心 北京张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共的宣传主管部门 非常的愚蠢 就是你比如说采用这个封号 封网这种方式 来这个禁止大家谈论六四 这倒给了这个很多 原来不知道年轻人 一个好奇心 就是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为什么当局会这么紧张 如果你们这个是四个自信 如果你也没杀过人 如果这是真实的历史 为什么不能让人知道呢 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种历史表胡将 这个表胡大国 实际上是一种 就是这种国史 其实就是国耻 好的 那么张先生提到了 这个封锁六四消息 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六四三十周年 世界各地都在关注和纪念 唯独这个事件的发生地中国 那真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媒体和舆论界 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年轻一代人呢 甚至连六四的概念都不知道 那么有人说呢 中共这样做何以对天下 何以对历史 何以对未来 但是中国的确呢 它通过这样做 维持了三十年的稳定 并且看来呢 还将继续通过这种做法 进一步来保持 未来好些年的稳定 至少中共希望是这样的 那我来请教胡先生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其实中国的媒体和舆论界 对六四没有任何表达 这是当局刻意封锁打压的结果 所以不足为奇 早前环球时报曾发表过一篇社评 就说当局对六四的采取的是淡化处理 那环球时报这篇文章特别指出 淡化处理不意味着 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 这句话其实很重要 因为三十年来一直有人误以为淡化就是软化 很多人都说你看都不提暴乱了 都不提平暴了 都改说风波了 其实他们没有注意到 在当年当局就使用过风波这个词 刚才张先生也谈到 在六四之后 邓小平就用了风波这个词 并不是后来才改的口 当然确实越到后来 当局越来越少用平暴 而越来越多用风波 不过这种转变主要是为了减少刺激性 并不等于他们已经暗中的改变了原来的定性和结论 那你从表面上看 当局对六四的处理确实很淡化 淡化到了虚无的地步 你看媒体根本就看不到有关六四的任何的这些文字 但这个严格说起来这不是淡化 这是强化 而且是很极端的强化 因为你看这所谓淡化处理 绝不只是当局自己管住自己的嘴不说六四 而是要封住全国人民的嘴 不准别人说六四 那么而且一封就是30年 而现在还没有松动的迹象 这要使多大的劲儿 所以这怎么能说 这个虽然是淡化 淡化并不是弱化 而是强化 这点应该是很清楚的 这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做呢 那就像我刚才我谈到的 它主要是为了减少所谓刺激性 那举个例子就像我们在平常的人际关系中 我们有种说法叫什么 这个捅破窗户纸 捅破窗户纸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和人之间 有些事情就隔着那么层纸 其实这个纸后面是什么东西 双方都心知肚明 但是呢它要需要那一层纸来遮盖 所以双方呢 都能大体的还能够相处下去 如果你把这层纸捅破了 那么双方的关系就不可避免发生变化了 六四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六四因为这么一个非常野蛮残暴的大屠杀 它充分暴露了当局的丑恶和猙獰 另一方面呢 所以当局它愿意掩盖这件事情 掩盖它的丑恶和猙獰 另一方面呢 六四这件事情对民众来说 当然也是个极大的屈辱 你统害这层纸那必然会使民众陷于极大的屈辱 这样的出于就会侵犯了它的自尊 那么人们出于维护自尊的需要 那么它必须必然就会起来发声 关键是当局正是通过这个淡化六四 这种方式使得当局的面貌 看起来不那么猙獰 而其实呢 人们又都知道它是猙獰的 因此对它仍然怀有极大的恐惧 但是有这么一层遮掩呢 那么现在老百姓目前这种屈辱的处境呢 就显然不是那么屈辱 使得大家似乎也能过得下去 那这样子就 但是呢就像我们原来也谈到过的 这层窗户值迟早要统过 那么跨年六四这个问题 它终究还是一枚炸弹 它总会在中国引爆的 那么我们呢也别说就是中国媒体全部封锁六四的消息 环球时报 这是这个中国一个著名的官方媒体了 环球时报它就呢 罕见的就六四发表了社论 但是请注意 它是通过英文版发表这样一篇色论 称这个三十年前的天安门事件呢 给中国社会打了疫苗 将大大提高中国未来 抵御任何政治动荡的这个免疫力 那么我来请教张先生啊 六四镇压之后 中国保持了三十年的稳定 并且现在呢 似乎也看不到出现革命的这个迹象 那么难道中国的现实真被环球时报所严重 就是说六四真的能让中国提高防止动乱的这个抵抗力吗 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社论 这个首先环球时报是在偷换概念 就是它把血腥镇压 用杀人为代价来换换地 也就是在大家经常说的什么 杀二十万人换二十万年稳定 当然也有的说原文不是二十万人 是这个二百人或者是这种说法 不管它吧 总之这句话就是体现了一种 就是中共的一种统治词词讲 就是说靠杀人力可以保持稳定 这个也导致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层 它还是迷信就是用力的威慑可以打压人民对于自由民主要求 那么这个但至于是不是因为就是这个镇压以后保持了三十年的稳定 说也没出现革命呢 这是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说这个邓小平在这方面的处理上呢 当然他有他的一套政治谋略 就是在六四之后 实际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也遭遇挑战 所以那个时候呢曾经一度有一两年的时间 中共的高层一直在反和平演变 然后邓小平呢就发表南讯讲话 然后呢把这个大家推进商品大潮 结果中国人从以后就不再关心政治 当然这个也跟六四的屠杀 那这个宣泄了这个从毛世代以来 长期积累的中国人的政治热情是有关系的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六四以后 我记得去年我们还是我们谈六四的时候 我就曾经谈到我过去写过一篇文章 谈到六四的六大后遗症 后来我又加了一条 就七个后遗症 其中有一个后遗症就讲的是 就是这个从六四以后 中共政策的腐败是加剧了 在整个江泽民时代 这个历日一下子就快换了 为什么呢 没有监督了 也没有这个原来的这些要求 反腐败的这些民主的要求 都被镇压了被消音了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搞经济改革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但这财富一个是国库民穷 一个是权贵集团 这个崛起了大量的改革的红利 而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公平的分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体制一下子就被腐败了 所以呢再有一点就是 中共政权变得非常强大 因为它有钱了 它可以有钱有权任性 然后呢来镇压 民间的一切维持的要求 这个呢就是好像从形势上看 就是防止动乱 也就是环球时报讲的那一套 提高了什么对抵御任何政治动荡的免疫力 他讲的这个意思 六四让我们得到了教训 然后呢这个从这个前苏联 这个苏东坡到这个阿拉伯之春 这些个这些个颜色革命中间 他也吸取了教训 就是牢牢的抓住政权 不惜一切代价的维稳 这个也是中共从这个六四世界 得来的一种其实是负面的经验 但是我们看就是胡锡进把这篇社评 翻译成中文发在微博上 但是这个微博随后也被删除了 什么原因不知道 谢谢 好的 谢谢张先生提供的信息 我再抓紧时间念一点网评 吕处他说现在美国贸易战的要求呢 跟六四学运的要求差不多 所不同的这一次外部强力逼迫 中共政治改革 而六四呢是力量不足的 且来自国内的民众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这次的贸易战是变相的民主运动 勒林王他说宪法规定 解放军不能在自己国土上作业 不然就是犯罪违法 如果解放军拿着枪开着坦克 就是暴徒 那就是叛国罪 是人民的敌人 陈若瑜 他说六四的纪念意义呢 应该是让中国走向深彻的法治 从而废除党政治国 真正实现国家法治化 军队国家化 经济自由化 政治民主化 国强之本在民 大政在野 小政在朝 一无 他说北京重申八九六四天安门屠杀 是正确的决定 习近平政权冒天下之大不为 对六四屠杀定性表态 表明这个政权是与三十年前的 那个政权一致的 甚至比邓还要邪恶 邓事后还知道低调处理 企图抹杀 这一表态表明 习继承了当年邓屠杀人民的罪恶 要与邓得到同样的审判 对这个政权不要再抱希望 李明 他说三十年了 今天终于看到美国政府 对于六四屠杀的态度 虽然迟了一点 但对于中国民众来讲 是重大的好消息 绝对的重大好消息 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 是正义人类的希望 是邪恶物种的恶梦 世界历史再一次被验证 正义将战胜邪恶 最后还剩下一点时间 我们来谈最后一个问题 请两位专家简要回答 为什么六四这么大的事件 在中国当今被人遗忘 这个经历过的人不想谈 年轻一代也不关心 也不知道 那么中共究竟 它用了什么手段 让中国人患上了这个遗忘症 请两位嘉宾简要的发表看法 每人一分钟吧 胡先生 我这里首先有个记忆和遗忘的 双重困境 那一方面 这个六四彻底摧毁了中共的形象 另一方面呢 六四又吓阻了人们的这个公开反抗 如果中共的这个遗忘数 进行了如此成功 以至于对大多数人来说 六四就跟没发生过一样 那么固然可起到 恢复中共形象的作用 但是同时也会起到 恢复人民勇气的作用 所以中共的做法呢 其实它是 要让人们保持住 对六四的恐惧 而忘记 对六四产生的这种道德义愤 而很多人这是非恐惧 所以他们才选择性的遗忘 这才是根本不是这个所在 那而我们要做的 当然就是相反 要让人们记住 六四产生的这种道德义愤 而这个忘记 就是产生了一种恐惧效应 走出恐惧心态 这才是最根本的 好的 张先生 其实我刚才讲 就是历史表胡将 都是一层一层的往上贴 把这个历史 掩盖掉 抹杀掉 那这个手法呢 其实从教育上讲 就是洗脑了 当然另外呢 还有一些的利益诱惑 就让你们去做中国梦 或者让你们去娱乐制作 让这些年轻人 不知道过去 然后呢 沉醉于什么游戏啊 或者一个伟大的 这个中国梦的未来啊 这个可能是一种手法 但是呢 我们也看到对六四的这种 刻意的抹杀和禁言 其实也会导致另一个效果 就是引发年轻人的好奇心 为什么这件事 你们不让谈 你们不让谈的一定有问题 可能我们偏偏要翻墙来看一看 那我欢迎大家 这个翻墙来看六四的真相 谢谢 好的 那么我们今天 时事大家谈讨论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时间关系啊 我们不能一一宣读 网友们的所有评论 及回答网友朋友们 提出的所有问题 我们感谢胡平 张立凡 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 我们嘉宾 听众 观众 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 明天时事大家谈 关注热点话题 白皮书加旅游警告 北京开启贸易战的新战线嘛 好 此外呢 也请关注我们的 美国观察节目 好 我是许 许波 下次节目再会